近日,李小璐晒出一组照片,照片中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出席某活动,非常漂亮,她跟丈夫贾乃亮和好之后,应该是一次公开亮相吧,气质非凡,性感又美丽。 前几天有网友爆出李小璐带着父亲出门游玩,看来家庭琐事已经全部妥善解决了,大家都希望她跟贾乃亮能和好如初,只有家合了万事才会心呀。 李小璐不仅有一张甜美清秀的面孔,她的身形也是视飞云衬的,穿着白色纱裙的她犹如白雪公主一般优雅秀气。 今天应该要好好谢谢设计师,把李小璐的美腿完全展示出来了,像藏都藏不住。 此前李小璐事件风波已经过去,大家一直担心的新剧《凡人修仙传》什么时候开拍,女主角是不是还是由李小璐担任? 此事还需等待官方正式公布,我们也不用着急,剧本已经在那里,诸事准备完善之后肯定就会开拍的。 李小璐手里拿着一支笔,在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,你们能找到她的签名吗?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,夫妻俩还是要向前看,只有夫妻同心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! случаем!